臨戰加拿大航空六月初 溫哥華直飛台北 臺灣航空業者再一次增班 六月中旬開始 天天直飛溫哥華和多倫多 多倫多飛台北部分 我們在10年大概是三班開始飛的 陸續一直增班 到去年的12年 我們今年六月會再增加七班 其實載客率部分 大概都從八成九成的部分 其實淡忘記大概都有九成的水準 臺北駐多倫多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許永梅表示 臺灣赴加拿大旅客數不斷增加 各大航空增班 更能便利旅客增加交流 我們跟加拿大 互相給予地方以前待遇之後 雙方的遊客是不斷在增加當中 那麼去年也有九萬三千多名 對這個臺灣旅客到加拿大來觀光 這個增幅的更大 就是31%的成長 臺灣航空業者強攻北美市場 不只瞄準多倫多和溫哥華 美國各大城市也逐步增班 5月初起芝加哥飛台北航線 也將增為天天直飛 預計每週直飛每家航班 將達96班